姐妹们 2022年干什么最难 找工作 是的 特别是我们刚毕业的宝宝们 不知道面试有哪些技巧 对 找到工作还过渡不了实习期 没错 还有那些被无良企业骗的 太惨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 来宝宝们 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了这本 实习生生存指南 整本书我给你讲啊 啊啊啊 关键 为了写好这本书 真的是调研了全国各大产业园学字楼 甚至还有CBD地铁口的设处门 可以说是一整个干货 满满的职场皮肯指南 妥妥的朱利庚进入职场的你 那今天卷个什么家 不要99 不要9块9 只要你的两枚硬币 在家点赞收藏 来我们321上链接 我其实是南大的学生 进入职场的话 因为你是98521的 所以他会给你一份 比较好的一个offer 就是你的学历 并不会决定你 个人的能力有多么的强 大学毕业嘛 薪资的要求以后很高 不要好高无远 不管是出租场还是什么 都是靠经验累积起来的 并不是靠学历堆起来的 千万不要举手就问 当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先自己想一想解决办法 千万不能只有智商 因为每个人都有智商 真的吗 我不信 刑伤重要的人 在为人处事方面的话 会更人润一点 千万不要太善良 因为如果太善良的话 就是什么事都会让你做 不能够在背后去议论别人 毕竟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大学生实习的时候 还需要一些人情交换的 有某种感觉 人情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词 好像似乎就是人情世故 但其实我感觉这是 关系的一种润滑剂 职场它需要的是一种团结 与合作 我去帮别人做一些小事 更有利于我们整个工作效率的 一个提高 就在工作中会有一些工作群 就不要在工作群里面 老实说要存在感 让领导注意到你这样 工作群就是用来发通知 进行一些上传下达的工作 重要的群给他置顶一下 因为我之前跟同事吐槽过我们领导 就是晚上睡觉起来发错了 然后我们领导给我发了一个握口 回复我觉得就直接一个收到 就可以不用管 至少要给领导一定的尊重 就比如说收到 好的 明白 然后就不能说 好 很敷衍的诚 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自己在那捣鼓半天 但其实最后啥也没做着 还把自己给感动了 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最忌溃的其实是在当天的时候 就没有事情的时候 在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大环境下 尤其是毕业生 找工作的话就是比较困难嘛 但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职业规划 自己以后想干嘛 一定要找好自己的一个方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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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